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香港辩论超级原赛 月一组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格方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应公告天下 月方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分别为正方学校姓氏提反书院 反方学校为天主教国德性中学 开始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辩论 首先是正方的主辩余天恩同学 第一负面陈景熙同学 第二负面林景和同学 结辩梁泳文同学 接着是反方主辩周嘉然同学 第一负面彭泽成同学 第二负面蔡苑齐同学 以及结辩林家荣同学 接着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辩论比赛评分的灵魂人物 也是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 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朱伟东先生 第二位是崇珍书院辩论队总顾问老师 罗斯华老师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语语辩论队前队长黄君豪先生 感谢三位评判勃勇出席今天的比赛 开始之前都为大家很快地简介今天的比赛赛规 今天的比赛将会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和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在4334 发言时间首先当反方主辩发言完成后 双方各有一次的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会紧接发言 接着去到反方二副研成发言之后 台下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的发言时间结束30秒前 会有一丁 介绍也会举起一只手指示意 而够钟的时候会有两叮 到时我会叮叮两响 也会举起两只手指 休时15秒就会连续按钟计下 就会开始求婚了 详细赛规已发给双方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双方都没有问题的话 按比赛可以正式开始 现在首先有请正在里面发言 你可以有四分钟时间 准备好的话可以说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有科同学、在各位大家好 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的模拟力量里面指出 如果世界全有非常先进的智慧形式 先进到可以模拟出世界所有的运行 或者会存在着亿万个世界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存在着的这个世界 用个方法来说 我们的世界 或者是由近先进文明操作的大言无理程式里面 而我们是毫不知情的 也都是今天变题在讨论的语境 虚拟世界看理由不可及 但我们可能身处其中 今天要讨论变题 才要明白虚拟和现实的分别 德拉之强人调 虚拟对立不是实在 而是现实 好像虚拟实景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感受到的东西 是实在的 是真实 但它们从来都不是现实 所以今天要讨论变题 并不是要视乎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 学者更为美好 而是有没有区分现实 和虚拟的必要性 今天要衡量变题 的標準在于公告天下 能否为人类物明 带来长年的进步 我方认为 应公告天下 原因有意 第一 虚拟世界存在的知识欠缺真确性 从古至今 知识论一直都是西方哲学 所讨论的一带阶 当中主要研究知识的真确性 以及建立知识的过程 根据古希腊哲学家 帕拉图的理想国一书 知识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相信事情是真实的 二是事情已经被证实 知识也就是被证实的真实信念 存在虚拟世界的知识 只是一种信念 在知识论中 有一项理论 明明为基础论 所指的是所有知识 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若然基础信念不能证实为真 整个知识系统将会崩溃 如果今天整个知识系统 都是以一个被建构的虚拟世界为基础 所有知识都只是被创造者赋予 既不可信也不可静毅 因此身处虚拟世界的我们 只能够相信虚拟世界的知识 或者堪入无止境的怀疑 前者只不过是信念 后者对确立真确知识毫无帮助 因此要人类确立真确的知识 必须确立我们所身处的世界 并非虚拟 第二 公告天下为世人提供选择权 塔拉图在《理想国》里面有个著名的故事 叫《洞月故事》 故事里面的人被困住 动弹不得 只能够望着前方的墙壁 墙壁上有扣过身后的火头射的影子 他们以为影子就是现实 当有一天束缚消失 人们回头一望 才发现他们一直以为是现实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现实 他慢慢走出《洞月》感受到阳光的照射 明白《洞月》里面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他慢慢释认《洋光》 改变了对世界的理解 虚拟世界就像《洞月》那样 令到我们接触不到真实的资讯 我们需要了解真相 我们才可以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 以现在社会为例 我们从小被长辈 媒体灌输 以为有钱等于成功 没有前途 就等于没有前途 但是就忽略了其他选择 到长大了解了世界之后才发现 原来人生的出路不是那么单一 我们可以选择追梦 我们可以选择做自己想要的工作 可以做艺术家 可以做运动员 可以做厨师 阿佛心理学教授塔尔班 恰恰曾经说过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其实是一种强而有力 能够控制自己人生的感觉 那是选择权 选择令人幸福 公告天下 告诉世人现实 走出洞月 认识真相 才可以为自己人生 作出真正的抉择 最后我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不把世界 在虚拟这个资讯公告天下 是不是真的强迫所有人留在虚拟世界 多谢各位 叮叮 正方主编发言时间为四分钟 无过时 无需求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编预备 是 可以的话请向我说可以 准备好 是 是 可以 正 正 主席 主席 评判 穿了个位 大家好 要分析变题 我们要先从变题的字眼入手 首先 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是指人类 通过实体媒介 又或者情色混乱 所辅达出来的非现实 虚拗的空间 情况就好像 22世纪杀人网络那样 有数据无異世界 和真实世界之分 而对虚拟世界的想像 可以千变万化 但是重点就在于 即使世界是虚拟的 但是人的行为 都会为来自真实世界的人 产生实际的后果 否则如果所有东西 包括你和我多虚拟的话 今天就没有讨论别提的必要 其次公告天下 公告天下是指我 用尽一切方法令所有人知道 并且是传得越广越好 而真实世界是如何 能否去逃离这个虚拟世界 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我们今天要讨论 便要看看 将官相公诸于世之后 对于过日 他人 二字社会 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我方今天认为 不应公告天下 原因有二 第一 于个人而言 公告天下 会有安全隐患 情况可根损认为 两种 第一种是 人们不相信事实 第二是虚拟的 这个观点 会彻底冲击人的想法 第一 在心理学上 人们会看到逃避认行为机制 扭曲自己的想法 而逃避心理上的痛苦 因此 就算我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公告天下不无用 人只会对事实 加以可定 以安定情绪 反之 公告者会被人 是做疑心事 扰乱社会 甚至会惹来他人 责逼 来及到自身的安全 第二 是人无相信事实 部分拥有权力的人 会担心 民众会习合反抗 而那些当权者 为了拥固权力 会以拥布 软禁等等的方式去阻止 一切 愿然有观念 相反的言论 例如 不合人 不可以否定 劳动党是德政党 根治家族的领导人 否则就被判死刑 配合在今天的辩题 推移世界的既得利益者 又可能防止民众反抗 逃利 不将公告天下的人消灭 有机会威胁到公告者的安逸 那边 今天没有必要公告天下 公告后 更有可能为自生 少和和患 第二 对于社会而言 公告天下 会使天下大乱 其实人性 并没有有方想象中那么良善 得到深知想后 未必会研究和尋求真相 例如在1987年 在美国微风湾 有位民众声称自己 被外星人参加 打着分享经验的名号 向电台和报章 赚取了近几十万美金 满足一己私欲 可见某不公开资讯 未必是用作而够用途 反而是会被人利用 去用在今天的辩题 公告天下之后 难道会有人愿意利用资讯 对某些人来说 会觉得社会的法规 不再需要遵守 就会做出杀人放火 捉钱 甚至歧途诈卫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平常打机 因为知道没有后果 所以会随便使用武器 即使枪射错方向 都会觉得无所谓 在人们知道世界是虚拟的之后 有方又如何确保他们 不会恶意利用资讯 事业反弱去破坏社会安宁 另外 如果有人知道自己拥有 和付出都是虚拟 就会很容易精神崩溃 做出很多过激的行为 在2012年的时候 有预言指出那年是世界末日 因此人在社交网站 可以登山集体自杀 阿金平和法国更加因此 宣布封区 单凡一个每日论带令 那么多人自杀 甚至要出动到政府封材 可见人世间不停的时候 人类也可能会做出很多 偏激的行为 最后想问有方 究竟是什么心理学 心理学 更加报告理论 是证明那些人得知这件事 之后不会反复的 就必须向上呢 多谢各位 月方主编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求分 现在会进入台上发问的环节 首先会请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反方主编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反方主编会有1分钟时间 准备 然后作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 会有一丁提示 而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向正方主编发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向对方提示一次 回答一次之后 会回到正方一伏的环节 我刚刚看到正方的主编重新进入 是否要我再分配一次 是否可以测试进入座室的 还是可以的 麻烦 因为刚刚有点 是 知道 灯灯 麻烦 可以测试多次 是正常的 是吗 隔方 是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台上发问环节 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 是否反方主编提问 是 谢谢 好 即是隔方结辩发问 是吗 是 是 刚刚有方同学说 是想打了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 令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威胁 请问有方同学 是否有少少后果就不应该将一些威胁 存在在这个社会上的威胁 帮告于世 让大家无不在鼓励是好的选择 谢谢 好 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反方主编预备 对 银 诶 过去 好,預備時間結束。 好,有請返方著便作答。 OK,還有各位大家好,預備好可以說可以,那我會計時,開始計時。 可以了。 還有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個問我是否有少少後果,我們公告。 但是我看到今天推完世界公告這件事,不是少少後果。 我剛才主編播放過,公告之後是會令公告者受到嚴重的安危威脅。 其次,公告之後社會會大亂,就好像每日論一樣。 其實公告的時候,是有人在社交網站呼籲登山集體自殺的。 阿根本和法國更加因此而少沒有空虛。 可見其實公告這些事實出來,是會導致很多人有些好編擊的行為。 那麼多人,好像每日論一樣那麼多人自殺,這是不是友方所說的少少後果呢? 可見今天是友方將公告虛擬世界一樣的後果想得太輕了。 再者,如果公告之後呢? 我們會有更多人去做一些編擊行為,社會大亂。 這些更多人名官司,社會大亂項目,是否有方來負責呢? 請友方一副和我方論證。 好,接下來有請反方派七位辯元,向正方提問。 請問各位聽不聽到? 聽到你說可以開始。 可以。 正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可能覺得尋求知識是最重要的價值,甚至比人命重要。 但現實社會都是對於新的知識、新的科技會設限。 例如紐倫堡公約就是限制了科技研究的手段, 要避免實驗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傷害。 或者可以預知的死亡和傷害的試驗都要避免。 而同樣的標準套用到今天的辯題, 就是不允許世界在虛擬這個關乎生命安危, 基本道德責任的消息公告天下。 為的就是保障人命,保障社會規範。 既然有方同學,你覺得尋求知識可以犧牲人嗎? 可以犧牲社會安危, 是否覺得應該撤銷對人體實驗的限制呢? 多謝各位。 現在一分鐘時間給正方預備。 是否可考得多人的確信 Tun? 還有一分鐘時間到處 consulting理工事監察。 是的,我覺得有些調整攜事是生活的。 所以都是從我通通過ใل 、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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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如今有请甲方主辩作答,你有一分钟,准备好,可以说可以,请打开你的麦,是,可以,丁,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右方同学的提问,右方同学今天就问我们,是否应该消除对于方学的限制要, 但是右方同学首先看到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假设了虚拟世界的人是无我不作,是一个邪恶的社会,然后一定会发生接下来右方同学说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知道面对真相,或者是刺眼,但我们仍然有责任去公布天下,因为就算会引来一些问题,就算那些东西是痛苦, 但我们都不能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那么右方同学这样说的话,是否就是所有,所有,就是想争取民主的人都不应该,因为可能争取民主过程可能会有人伤亡,是否就是争取民主这件事是错误的呢,然后,争取民主这件事是不正确的,也都是, 订队发言时间结束,好,桌上发问环节结束,现在会回到负面的时间,首先有请政方第一负面发言,预备好可以说,可以,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可以,主政评判右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实纵观今天右方同学的论点主要犯了三大问题, 第一,是对虚拟世界这个字定义不清,有方同学刚刚主辩一开场就提到,虚拟世界千变万八,人类对于他的理解有很多种,可以是好像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那样,但我想反问一下有方同学,有方同学后来的论点,又说虚拟世界里面会有一个当权者,那些人又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很邪恶,很自私的,有方同学是不是已经对这个虚拟世界有一个框架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理解在这里, 而我方认为其实今天变题里面的虚拟世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世界在这里,所以可以理解成好像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那样,也都可以是一个宠物小精灵的世界,更加可以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虚拟世界,而在这些世界里面,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一些究竟有没有当权者,根本是一个未知之数,所以有方同学所有的结论都是建基于一个前提才可以建立到的,而第二,就是有方同学的目光非常短线,有方同学不断地强调, 比如说如果公告天下,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安全隐患,又说会冲击人的想法,又说会令到社会大乱,首先不是很明白游戏学,为什么不断地将这些短期的阵痛不断地挂在嘴边呢?我想反问一下游戏学,如果短期内公告天下,就会令到天下大乱的话,那当去到虚拟世界的下一代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天下是不是就会稳定呢?套用柏拉图的动月理论来说,当一个人走出动月之后,虽然发觉阳光是刺眼的, 但是当他适应之后,他才发觉阳光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应该要被理解的现实,如果用有方同学的逻辑去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应该担心自己流血,就不去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呢?如果套用有方同学的逻辑来说,我们今天即使不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我们在同一个现实来说,是不是只要有一丁点的后果,我们就不应该去做呢?第三,其实我们今天双方都同意,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好, 我们一直生活生存的,都离不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就好像有分合所说,虚拟世界里面人的行为都会产生实际的后果,所以我们假设活在虚拟世界都好,身边一切所谓的法则定律一些规矩都不具备可证毅性,那认识身边的一切事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根本就不知道所学到的东西究竟是真确,还是一个造物者灌输的一套信念,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求之欲根本无法被满足, 而知识又或者只是会变成一种一厢情愿的迷信,的确我方不敢保证活在虚拟世界里面认清现实,是不是一定会为整个社会带来进步?但是当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每一分子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物不可分的群体来看待的时候,我方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一个群体宁愿将一些无法被正义的东西当成真确,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当成一种常态的话,这样绝对是一个社会 绝对是一个社会开端,最后想反问回有份同学,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天下大乱,天下稳定,就不将真相公告于世,是不是要逼所有人活在虚拟世界呢?多谢各位 好,隔方一副的发言时间是3分14秒,无超时无税扣分,接着来有请反方的第一副面发言 请问在这个位置,听不听到? 听到清楚的,你说可以,可以开始 可以,在这个位置,大家好,今晚有份同学都认同我方所说,即使世界是虚拟也好,但人和所发生的事物都是真实,所以有份同学就觉得公布了天下之后,就会令人有机会去作出他的人生 但很奇怪,有份同学今天根据什么,觉得他有资格去作出他的人生,因为是基于有份同学,无论证过,为什么会有这个价钱? 第二,今天双方的价值观是有不同的,今天有份同学就认为尋头知识很重要,所以就要公布天下,当然有份同学不否认,但今天我方台上问答,凡事问有份同学是否应该撤销对人体实验的限制,有份同学不敢回答,因为有份同学都知道,比起知识更加重要的是人命和社会秩序嘛 而事实上,今天各国都会有专门的法例去限制那些机密文件的公开,例如政府那些军事机密,探索外星人计划,甚至乎越战期间,美军打算以核弹罩位北河、北河等的军事机密都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公开,因为公开了之后正有机会引起社会动荡嘛,所以消息牵连得越广越严重,就越需要小心谨慎去处理 推广到今天的辩题,世界是虚拟的消息,对公布天下,对你自身的安全和社会两方面都受影响,有份同学无论证过如何避免和解决,麻烦有份同学在以赴论证 再者,今晚有份同学最后一辈的立场就说,不要即时说,就说,晚点再说吧 但很奇怪,有份同学完全无论证过,为什么世界是虚拟这个真相,无论在哪个年代做都会冲击人类的想像和生活 为什么终有一天会被人接受,有份同学都是完全无论证过的 好了,最后承接回我方主见所说,即使我们将世界虚拟这个消息公告天下,社会大众不相信你的时候 你会受到迫害和指责,例如今天说暴老洛将日心说公诸于世,是违背了当时罗马家庭提倡的地心说 最后被判为异虑被杀死,这个例子正正可见,其实当人认知的事情和自己有冲突的时候 基于这个心理防卫的机制是会否定和质疑,甚至最后是以极端的手段去对付这个异见者 所以有康同学是不应该公布,所以今天说暴老洛这个例子,他都不应该公布天下 因为公布天下会令到他的生命更加危险,没有办法作出更多的科学研究 吐龙芬在今天的题目中提到,公布天下会令我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而即使那些人信了也好,后果也未必一定会更加好 因为如果假设那些人信了你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精神伤害 而不是有康同学所说的小小后果 我们见到精神科医师、档田尊师所指出 当一个人出现认知偏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自我否定的概念 即是会出现自杀、自杀、伤害自己、贬得价值等的具体行为的时候 有方同学又如何扩保这些行为而会发生,有可能如何避免? 他们在今天的面提到,当天下的导致世界虚拟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陷入存在危机,他们的价值不会失去支撑 生存意义受到质疑,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的时候 有方同学如何处理天下的人重知失调和存在危机 是不是一寻求知识就可以摧毁他们的意义世界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部分发言时间为3分07秒,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又请正方第二部分发言 好,现在是不是我移乎? 你说可以就可以开始了 可以 丁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将他们的虚拟世界就说到有利他们那方 那么坏,那么恶劣,那么邪恶,那么邪恶 首先,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刚刚有方同学也说了千变万法是会有好和坏 而且有方同学也都将这些东西看得很黑崖,很小 虽然你可能说了出来,我们这一代是有阵痛,有不好处 但我们相信也要为下一代着想 人类的文明是否应该为了一代人或一帮人而作出一个重大的考虑 那么未来的人类将来的生活又怎样? 因为我们是要一层一层的,因为未来作出一个打算 可以给到人类有一个作出他们真正属于他们喜欢的决定 还有我方今天也都问了几次 你们是否想人类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 那么有方同学是迟迟都未正面回答 那么是不是他们未敢帮全人类去作出这个选择呢? 那么我相信大家小时候你们的父母也都会说过 儿子不要打那么多机器 你看这些游戏有暴力有血腥 整天都是打打实实会教坏人,不要打那么多 当家庭社会都向你灌输打击是一件坏事的时候 你自然都会认为打击只是一种无敌的原来 但当我们见到翻校还原这类有政治意识的作品的时候 才会发现原来打击都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原来打击都可以有介络意义 我方今天不是要强力所有人都要面对现实 或者好像有方同学所说 对很多人来说虚拟世界才是他们的现实 或者可能对他们好 又或者可能现实世界比虚拟世界更坏更恶劣 但是没有人可以预见得到 一些只是有方同学所说对他们有利的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将选择权归还给所有人 而不是由一个人或一帮人去决定所有人类的命运 正所谓眼界决定境界 如果连这个世界的鱼毛都不知道都未清楚 我们就只可以做一只被圈养的猪 无法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判断 在人类的选择之下生活 如果连人类最基本的选择权都失去 那么生活在虚拟世界下的我们 究竟是人类还是怀侣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面发言时间为2分25秒 不要过时无需求婚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二负面 预备好可以讲开始? 可以了 定 主席 评判在续各位 大家好 其实来到Ref 大家发现尤峰有三大问题 第一 尤峰都不以为公告天下之后 可以多给一个选择给人 今日公开世界虚拟的这个真相章 并不是一个公告机会人 尤峰是有创造危机 首先 变题中的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公告天下之后 生活在虚拟的人 必定会相信作为普通人的我先 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 今天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 尤峰所说的比较多个损杀人呢? 尤峰也都没有认证 我们怎样可以逃出这个虚拟世界 如果我们逃不出 是不是只会添加人的无力感呢? 第二 尤峰今天打着真相 我认识自上的去论症这条辩题 认识我方不公告真相就是错 但是尤峰甚至是没有考虑过人命的 但是如果真相真的是人唯一 需要去追逃的价值 那为什么现在香港人类新籍科技条例 里面明文规定 灰胎研究是不能将人类和非人类的 精致和论子结合 我还要有分这种尋真至上的态度 条例会阻止世界去继续发掘这些真相 那么这条条例又是否应该要被废除呢? 其实我都知道尤峰之上有其他的价值观 例如人类和社会的道德伦理都需要被重视 不然我方也不是说真相不重要 但是为什么真相一定会灵解于一切 包括人类和社会安宁 再者 有方今天低估了人性 但是人性并不是有所想到这样 有方说今天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的知识 其实是竟然确实性的 而正是因为这些世界的知识是虚拟的 因此才会更加多人崩溃 大家思想下有一个地德学家 曾尽一身去追求世界的地质 但到最后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他那一刻的崩溃其实可掌而知 今天那位学家的崩溃 是不是也是有方去负责任呢? 而此实上今天并不是我方在危言耸听 而是今天人是得知一些新的知识之后 真是有机会做一些不良或者极端的行为 就好像美国的邪教组织天堂之门 相信自杀可以有助人斗达另一个资源 所以那时他们在97年觉得 多土碎会带他们走 因而策划了一场集体自杀 最后39人自杀身亡 例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我觉得真神阿拉是他们唯一的神 这些极端分子将不相信阿基斯兰教的人 全身杀死 因此5753人和TV人一年的恐杂事件 又可以如何确保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 在得知世界虚拟这个新资讯之后 不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呢? 这些行为是否有所说的少少后果呢? 最重要的是今天作出这些极端行为的 不用很多的 只需要一小撮的人去做 至于整个社会以前 已经可以造成辅导的破坏 有关有凭什么将真相和真相 令人和社会安宁之上呢? 定定 是否有所负责呢? 只不止今天知道世界虚拟都不应该公布 先下多谢各位 法方第二副面发行时间是3分06秒 无超时无碎头分 接着将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发问的环节呢 是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台上便员提问 正方无权指令回答者 而反方亦都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员作答 同一方面时间为1分钟 台上准备1分钟 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定的提示 之后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正方台上便员提问 发言时间同相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而两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便员提出 那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首先有请正方派出第一位台下发问 请正方的台下发问同学 打开你的镜头 也都测试一下你的设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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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你可以开启 可以开启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停将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的发布的后果进行一个类比 而之后再去论证我们如果将这件事公告天下的反效果 但问题就在于今天变题讨论的世界其实是虚拟的 这件事一定不会是一个假消息 否则就不会有讨论变题的意义 所以想问有科同学当公布消息有它的实际意义 那这种反效果其实是不是都是必要的之恶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反方同学预备作答 开始 成绩 op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范芳排卓偉同學作答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可以 正 各位,大家好,其實有方剛剛跟我們說是否這些假消息必然會帶來那些後果 有方今天,甚至有方是覺得一定會帶來那些反效果的 首先有方今天說的那些其實我們今天所說的東西是未經證實的後果 但其實今天有方所說的好處其實是未經證實的 只不過有方今天所說的比多多選擇權是否真的能解決人命之上 有方今天去到台下終於發現了,有方今天是根本沒有考慮過人命 覺得只要我們籌身給多個選擇權,人的犧牲是必要的 今天不是我方危言耸聽,而是今天我們真是透過過往的史例 例如2012年的活日論,又真是有人去慫恿自殺 有很多的邪教,真是到最後是死了人的救 有方這些人命其實我們根據以往的人性去推斷出來的 而有方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了這些事情,是否有方去援援這些人命 有方今天是不是要負責這些人命 可見有方今天是很無情地覺得人命是不重要的 發言時間結束 接著又來有請月方第一條和阿發問 請你打開你的鏡頭 測試你的設備 好 可以 丁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的立場很奇怪 一方面跟我們說要尊重人類的選擇權,所以要公告天下 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如無物 有人死不要緊,只是短期生命而已 但在座各位,連生命都沒有任何選擇權 有方同學不斷用動月論的例子 說人類離開虛擬世界後會好像走出動月一樣 感受到陽光和溫暖 其實有方背後有兩大假設 第一是我們可以走出到虛擬世界 第二是真實世界是這麼美好的 想問基於什麼理據 有方是成立到這兩個假設是成立到的呢? 多謝各位 好,接下來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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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慌而作出一些伤害其他人的行为 尤文浪的确确举出了很多例子去论性 譬如说一些邪教 尤文浪请记住你所举的例子是散播假消息之后 有人相信假消息的后果 但我们今天的辩题里面世界是虚拟的 这件事并不是假消息来的 所以两件事根本就不可以相提并论 第二就是尤文浪刚刚说到 我们假设所有人都可以离开虚拟世界 但尤文浪你误会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选择权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所有人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等于他们可以离开虚拟世界 而是我们所说的选拟权是一种知情权的意思 也就是当虚拟世界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他们可以选择去信或者去不信 而他们也可以有多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有多一个选择去选择 继续相信他们所活的空间里的一切事物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有请甲方台上的第二位塔法文 第二条塔法文 可以开始 座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科同学认为 就算公布了这个真相也不代表有选择 因为就算知道有这件事的真相 也不代表可以走出这个虚拟世界 去到现实世界那里 所以不难发现今天有科 看选择这一件事 是真的非常狡猾的 当人类知道自己会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底下 选择活在当下 还是好像有科所说的自杀 都是一种选择 有科今天就没有轻视过人命 只是今天有科同学的论述是十分之单一的 认为所有人因为知道这件真相 而会崩溃甚至去自杀 但完全忽略了想知道真相的人 所以最后想问有科同学 个人的生命到底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还是有科同学的手中 多谢各位 接着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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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不应该导致人为我们而死 所以我们公告天下之后有的后果 全部都是我们导致人有自杀等等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应该公告天下 多谢有科同学的承认 而再说了 今天有科同学在说的 就害怕 就说我方在说假消息 所以假消息的后果就不等于真的消息 很奇怪 既然假的消息都有自杀 都有集体自杀 都会精神崩溃这些等等的后果的时候 那说真消息的时候 究竟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呢? 最终的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再说了 今天有科同学是自杀矛盾的 一方面很重视生命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草奸人命 觉得可以集体自杀 觉得可以有那些精神的疾病 都不要紧 为了尋求知识最重要 这个是不是今天在座各位 应该处于人生的态度呢? 这个是不是人生的态度呢? 多谢各位 好 发言时间结束 好 接着又请月方派出第二条和下法文 好 第二条的月方和下法文预备 是 是吗?是吗? 麻烦 可以 定 评访者各位 大家好 有关同学今天的标准真的很奇怪 就是说公布天下 就可以令世界有长远的进步 看看带来的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世界是真正的 和别人有选择权 但选择是什么? 为什么世界必然是向好的方向进步呢? 我从来都没有认证过 有关于如下的时间 和我方论证过 谢谢各位 好 接着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我等一下 分 nomination PEAK 有一部分 一部分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隔方派出的位同学作答 是,师妹听不听到? 是,预备好,可以开始,丁 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实今天有方同学看事情是非常物质的 他就问有选择为何就等于有进步 其实言下之,有方同学觉得的进步是一些物质上的进步才叫做进步 其实有方同学就没有认真去听我们的发言 我们在主编的时候已经讲过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是一种强而有力掌握到自己人生的感觉 这种幸福感就是叫做选择权 而今天在这个变题里面,当虚拟世界人里面 每人都有一种强烈可以掌控到自己人生的感觉 人人都有一种选择相信什么,选择不相信什么的选择权 这样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就是一种进步 而有可能刚刚又说了,假消息都可以导致集体自杀这么严重 真消息就更加严重,我想问有方同学 我们每天看报纸,为什么香港都没有集体自杀的事件呢? 多谢各位 好,台下发问时间结束 接着来会是准备时间,准备结变时间 一分钟开始计时 您怎么样 您实现任何过程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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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有请反方进行总结 反方总结 好 丁 主席评判长各位大家好 想不给大家一条选择提 如果一位妈妈她很爱她的儿子 一直都在家里继续无衣 充满希望等待她的儿子打完仗 回来团醉 但你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战死沙场 你也知道如果你跟她说了事实的话 你是在摧毁她的精神支柱 这个妈妈一定会崩溃 甚至不会自杀 那你选择说还是不说呢 有方的逻辑 有方是一定会说的 为什么 别人选择她 你说她会自杀 就是未必的 她说她会在家里职无衣 不用管她是否真的会自杀 这个就是有方传统的立场 而我相信 其实大部分的人 是会选择不说的 即使她母亲 同样是有知情权 但我们是会选择去保护她 因为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感受是被分上重要 今天同样地 我和其他人说 世界虚拟的这个分上背后 是在根本上推翻人 在世界中的存在 是推翻人 一直以来认知的那个世界 原来是虚拟的 推翻人的信念 人即是难免会精神崩溃 甚至会有一些认知冲突 如同我刚才所说 因此我刚才答应 如同保护那个母亲 一样保护世界 今天我刚好声声说 要所有人 不是要所有人都面对现实 但有方有选择 用公布天下的方法 去逼所有人 接受原来是有 直相信或者认知的世界 是虚假的这个真相 到底有方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正确呢 而林森一谈 即使今天的世界 真是虚拟的 是不是这么重要呢 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 已经生活了1500万年 我们由原无人类的时代 慢慢进步 经过贸易 所以做历史 而这一切呢 都是在今天所谓的 虚拟世界进行发生 其实我们呢 跟这个世界一组 已经有种 由时间堆积而言的 真实关系与联系 甚至乎 今天的这个虚拟世界呢 已经是我们人类的真实世界 难道我们在这个世界 拟建构的一切 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 价值 不是远比这个世界 虚拟的根相 为何值得去守护呢 一方面 有方说呢 今天呢 要追求人类的文明 社会的进步 因此要说 但有方呢 全场根本呢 就无论政策之间的必烈性 而我们人类社会 一直以来的进步 和文明发展 也从来呢 都没有因为过 我们不知道世界的虚拟 而有任何的停滞 却报 甚至乎呢 有方今天真正说了 才是否定了 人类一直以来的 进步和文明发展 而 今天我即使说了真相 人类之后呢 根本呢 就不知道 如何去真实世界 或者如何去改变人类 世界虚拟的事实 除了加强人 或者人类 下一代对世界的 悲伎和无力感之外 还有什么 实质上的作用呢 那为什么必定要说 或者不说就是错呢 如果今天呢 不是讨论世界 是否虚拟的 而是假如你知道 未来日子是世界末日 你选择公布天下 其实我们会选择不公布的 因为社会有些人 的确是会持住 反正自己会 即是就来都一定会死 要是奸淫努力去犯法 所以今天的变体 又见读力都一样 那我今天呢 想做到我也很自私 很自欺欺人 就是为了少少的后果 而不理世界上 其他人的知情权 其实我刚才是最自私的 所谓的求知欲 而不顾一切后果 这样说出来 以求真理想的逻辑 去逃避一切的社会责任 如果我刚才不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自私呢 作为世界上 唯一或者少少知道世界虚拟 或者有世界活跃的知情者 作为唯一清醒 又要忍住闭口不言的我 都是很痛苦的事 但是我掌握着 更有重量的世界真相 我不得不思考 拿出身上我身边的人的影响 我顾虑很多事情 我都知道 我无能力去承担这些风险和后果 我不希望我的言论 令我爱的人伤心 我不说 我选择我 我愿意带着这个秘密离去 你彻底到这里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自私与巫私呢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今次呢 希望 多谢大家 反方劫变发言时间是4分14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接下来有请正方的总结同学 是 准备好 叮 当整个世界都只是一场谎言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相信的呢 主席评判右方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身处资讯最发达流通的年代 大家都明白知情缺的重要性 但是 有方同学偏偏道行逆思 宁愿要全世界被蒙在鼓里 话就说是为全世界好 其实都只是一厢情愿 其实今天双方都是希望为全人类着想的 但是有方同学就好像一个怪兽家长 以为他为子女选的一定是最好 但是从来都没有尊重过他们的意愿 尤方今天就是这样强调 人命、人命、人命 但是有哪一场历史改革 是没有人命牺牲过的呢 尤方同学要求的是否太苛刻 以及今天尤方同学仍然还未理解到真实的知识有多重要 没有真相就没有保障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这个地球是平的 然后全世界相信会发生什么事 尤方言议 人类宇宙天文的知识 就会向一个错的方向发展 更有机会令这方面的发展完全停滞 何况从来都不否定个人可以选择不面对真相 做一只快乐的猪 但是前提是我们都要选择才行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发现和公开肺炎病毒医师是哪个呢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蛋科医生李文亮先生 在2019年12月30日 发布了一条关于疫情的讯息 除复就被当地派出所因为在互联网发布不实的言论的原因 提出警示批评 但是肺炎病毒存在始终是得分的事实 确诊个案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之后的事大家都清楚知道 瘟疫蔓延全球 各国运作痰漫 相信身陷疫情之中的大家都不难理解 封锁消息究竟会发生什么问题 当国家隐瞞消息 市民无办法知道自己身处的环境到底是怎样 亦都无办法作出相应部署 不可以做一个有利自身或者社会的选择 即使想配合防疫 亦都无能为力 难道政府跟我们说无病毒 无肺炎 打造一个无肺炎美好的虚拟世界 不面对现实会比较好吗 人生来就是自由的 我们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再出决定 不单是可以选择自己想做些什么 更加是可以选择他越做些什么 选择权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在人生路上 几乎每一天都要再出上千次 上万次的选择去维持生计 而可以左右人生的重大决定 在这一生都不会少去哪 而作出决定的前提是 你要清楚现在的局面发生了什么 试想想 如果处处对你隐瞒 你连知的权利都没有 又怎样去做一个好的选择呢 了解真相可能是痛苦的 甚至令人想逃避他 但是不代表我们就要为了那些安于现状 不面对现实的人而牺牲那些想要再出改变的人 如果个个都害怕改变 只是懂得原地踏步 非常资胆的话 这个世界是不会有进步的 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它 希望做作各位都有能够直面现实的勇气 多谢大家 警方劫二发言时间是3分5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暂时比赛过一段时间 现在有一分钟时间给评判整理他们的分子 请问有没有哪些位评判是可以方便给评理的 如果没有特别 那我们按回今早的发言次最好 先由王君浩先生 跟着由罗斯华老师 最后由朱伟东先生给评议 我们先请王君浩先生为今天的比赛进行点评 谢谢 首先我讲一讲两边的论点 我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有些问号 正方一开始 第一个论点就讲知识系统崩溃 第二个论点讲选择权 第二个论点讲选择权 选择权这个位置是前场你的论证方法 我听上去就是你用帕拉图的例子 就是说我要么就在虚拟世界里活着 那如果我工作了天下之后 那我就可以出去见一下阳光 那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你所谓的选择权 应该是我可以选择是虚拟世界 还是去真实世界 如果你觉得虚拟世界是好的 可以留在这里 你觉得不好的 你可以去真实世界 但是到后面 就是对面再问多两问 那正方的讲法就变成了 我有权利去选择知和不知 但是若然如果变成 选择权率缩到这样的话 那我就会想 那其实我跟你说 任何一件事 你都是有选择权去知和不知的 那你能否证明到 为什么世界是 譬如你这件事 就是要说或者不说呢 就是跟你说 我等着会喝杯水 那我等着会喝杯水 这件事你可以选择信 或者选择不信 那其实所有东西都是 那当然 所有东西都说出来 你都可以去选择 那是否代表这样 就等于你要公告天下呢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说知识系统崩溃那种东西 我听下去一开始前场 你会想说的是 现在这个世界 可能我看下去 所有东西 原来我所认知的 都可能是假的 那我们不可以继续 活在这个这样的 就是被农在眼泪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要去探求一些真正的知识 但是首先第一 在后场 就不是很听得很多 就是究竟 就是我们所谓 怎样是要探求知识 或者为什么人去探求知识 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可以好像 你见面所说的 做着快乐的珠呢 就是人的本身的意义 真正的意义 为什么是要去求生 而不是去快乐地活着 那这个是正方的 而到反方呢 反方一开始说 安全隐患 可能会天下大乱 那安全隐患方面 那你就会 用例上 我觉得可能 要再想一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譬如你会拿 杯胎研究 人体实验等等 去和世界上的虚拟 去做对比 但是我想的是 首先 杯胎研究 或者可能人体这些 对一些 在道德上面 或者一些 在道德层面上面 其实是有争议的 因为可能对人实际上 是伤害 或者可能将人的价值去贬低 但是 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那会不会是 说完出来 就代表 跟那些人体实验 一样 在一些道德上的议题争论呢 那这个 反方要想一想 才去决定 用不用杯胎研究这个例子 而另一个就是 其实我正方有一件事 说得很合理的就是 反方前面 前场 不断用一些 可能假消息 发布了 然后洗大家脑 所以你就会去信 世界每天 你就会去自杀 而 如果你用这些 譬如假的资讯 你用这些资讯 去说出来的话 其实 和天下大乱的 直接的关系 或者和世界是虚拟的 为什么会导致天下大乱 好像未必真的 因为我在想 世界是虚拟的这个资讯 和世界即将没日的资讯 那是否一样呢 我知道这个世界虚拟 我仍然可以继续在 继续去生存生活 但是如果世界没日 我是不能继续生活的 所以 是的 而同时间 但是到后面 反方有说一些 就是 若然这件事是真的话 人类就更害怕 反方说了 即到杰电说了 类比 就是 那个 就是 仗士回来 震不震蒙那件事 反方可能要再想多些些 就是 为什么世界是虚拟的这件事 对于人来说 是这么恐怖的一件事 恐怖到我 是 脱离我自己 现在要做的所有事 我可以出去 胡作非为 这样 就是可能 其中一个可能 就是说 因为世界虚拟 就是 我做事会没有后果 我做事没有后果 就算我去中火 去偷东西 去抢 或者甚至杀人 可能 整件事只是虚拟的 可能给了这个认知给大家 所以可能 反方愚爱去论证这件事的时候 可以再 讲得 详细一点 去论证 大约是这么多 谢谢 好 麻烦王君濤先生 接着有请了 罗斯华老萧 给你的评议 那 首先我想要和刚才 were 评判有一些累劲 就是 在资料混用上 那些例子上面 大家真的類比的時候 我想那個處境有點類近 就是我自己聽到那個說邪教那樣東西 我真的 我其實都覺得其實這件事真的不能夠類比 因為你說邪教那樣東西是你拿一些東西去騙人 就是不是 反過來就是人 就是好像政方所說 你在公佈這個真相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不是你可以拿來去類比呢 就是說很多人會自殺 當然你可以說回的 例如說人崩潰 會不會說你的意思出來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那個世界末日 我也是同感的 其實世界末日真的不能夠跟這個虛擬世界做類比 因為你世界末日就是沒有了 跟著什麼都沒有 但是虛擬世界其實是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我覺得其實比較大的問題就是這場來講 政辦雙方其實都比較缺少例子 其實很多政方說的東西都是見機了一些理論 或者是概念上的東西 例如說那些 講了很多關於選擇權方面的東西 有一位台下 即是答這個台上發文 我忘記了台上發文 台下發文 那同學就講了那個幸福感 幸福感這件事 這個其實我之前都沒聽過 我也感謝那位同學都跟我解釋過什麼叫做 就是所謂叫做幸福 大家聽不聽到我講的 是的 OK 我好像網絡有些問題 是的 那就即是你講理論那邊都OK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那個例子上可以多一些 我以為你們講了很多東西就是說你改革啊 或者你是有一些的 就是知道了一些的真相啊 發展了新的知識啊 這樣的東西 那你應該要講一些原始世界的例子的 那到底有些什麼的例子可以證明到這件事呢 大家發現了哪一件事其實對人類造成什麼的貢獻呢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政方是有個責任要提供多一些例子出來 而還有一件事就是 反方來說其實含養帝這場比賽 其實都是缺乏例子的 就是你們其實是 剛才除了我講的那幾樣東西之外 其實很多 真是關於一些虛擬世界的例子是欠缺的 那我今早其實都聽到另外一場比賽 就是那些人都會講一下那個Matrix那部電影 那你們會不會就是都從電影裡面拿到一些靈感呢 就是就是了解回什麼叫做虛擬世界呢 就是我覺得其實反方都是可以提供多一些清楚的例子 幫助你們去解釋 那我覺得都真的在前半場來講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埋額的 兩邊都是把自己的一些你們的論點去講出來的 那所以其實就是交鋒上來講是我覺得做得不夠的 那還有一點可以補充的就是最後了 那這個是反方的最後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們在那個結辯那裡就說是 就是政方是逼人相信 逼人相信一些東西 那其實呢 政方是很清楚 就是開辯的時候都說的就是 就是一個選擇權 就不是一個逼人相信的一樣東西 就是我聽到的訊息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呢 譬如你理解 或者是講回別人的論點的時候呢 就是我覺得都可以聽得清楚一點 那就不要冤枉了對面 那我一點點意見 好 麻煩你了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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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有請朱惠東先生給你的評券 是 大家好 我覺得呢 今場雙方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 條線都脫掉的 雙方都有幾個問題 首先 正方 或者叫甲方線 我覺得呢 條線脫掉了一半的就是 首先 你們拿得實的就是選擇權 知誠權 但是 脫掉的就是那個知識的真確性 這個其實你們是擺在point one 那我猜是你們覺得比較重要 或者比較有信心 可以醃足到的 那你才會擺在頭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 我不知道是策略性的這樣做 或者是被對方這樣回應一下就離開了 那後場其實都沒有怎樣跟進去過這件事 那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中間呢 在負面為止其實對方有一個內容 我覺得你可以適合這個點 那我稍後再說 那反方 我覺得 其實我不太知道你哪一個是策略性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內容 是我覺得你前面開得不錯 因為其實很坦白的 我開場 開面呢 我是比反方是高分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 你看出來這件事都很興奮的 就是其實這個世界上呢 沒有大家那麼想像中那麼良善 就是可能你是一個 很大宴想想幫大家揭發真相的人啦 但是其實可能會有很多人利用這個所謂的真相 去可能去謀求一些一己私欲啦 可能去賺取一些不義之財等等啦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呢 除了主編開出來的例子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負面可以再說多一點點 除了一些集體自殺的悲劇之外 那我... 是的 我覺得挺新鮮的特別 所以我也會期望在後場聽多一點點 但是很遺憾中間 其實都沒有什麼接觸對你一件事 這樣啦 然後我就... 雙方都說說各自有些什麼 就是我想到的了 那首先正方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 我覺得今天的戰場其實對你們挺有利的 但是很遺憾地 我會覺得其實你們可以再發大地去說 就是知情權那件事 因為我想... 就是在現在這個... 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 就是大家都會很珍惜了知情權 選擇權 那我覺得其實你們可以多連結一點點 現在的社會狀況 不論是香港或是世界各地也好 包括可能是疫情啦 可能是一些政治因素也好 那... 其實有一點點的 例如你回答台下的時候 我會說過... 現在... 就是... 香港每天都是這樣 那又不見人自殺 那... 都是的 但是我會期望多一點點 因為其實反方呢 有些地方我會覺得... 是... 有一點點... 隱異的就是... 就是... 他會說... 其實可能你... 你怎麼知道其實是不是真的走到呢 可能走不到呢 或者可能真正的世界 沒有你想像中更美好呢 更差一點呢 那你說了出來 大家有什麼都做不到 那麼無力更重的 那不如不要交那麼多東西啦 那... 可能它有它的道理啦 但是... 作為政方... 如果用政方的角度思考 其實這件事也挺難聽的 那是不是我們... 你必... 有改變到 那我們就寧願什麼都不知道呢 那其實情況就可以... 就是我... 重新回香港 就是其實現在很多東西 你知道了其實... 除了知道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你未必改變到 但是是不是你不知道就... 算了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蘋果日報收拾了 其實大家是不需要任何感受 因為... 它不說其實大家都... 不會有影響的嘛 日常生活 那...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政方可以多說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件事 其實你繼續發財的話 其實反方可以走的位置很有限 然後呢 另外另一件事就是... 對方提出一些... 例子或者類備啦 我覺得你們沒有什麼... 你們... 沒有什麼回應度 例如呢 對面呢 提出了一些... 他們好像說了一些條約啦 去說說我們做人體實驗 就是大家常理都會覺得是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有各種條例去禁止 那... apply 分同一個道理 那是不是其實你現在的知情權 可能會導致有些人 有些悲劇發生 其實是不是都應該... 寧願不說著呢 那在邏輯上可能對啦 但是呢 其實想真一點呢 我覺得是有少許分別的 嗯... 你這個條約呢 或者他在說一些人體實驗 或者做一些... 嗯... 不知... 例如你為了做一些科研 然後就可能殘害動物之類啦 這些是你真的親手 因為你要達到目的 所以你採取了這個手段 去... 可能去殘害一些生物啦 或者去剝對一些人類的基本權利啦 但是... 而在你們的... 現在這個概念之下 我假設真的會有些悲劇發生 可能有些人會接受不到現實自殺 可能有些其他... 例如他講的末日 就是無論你覺得末日這個例子 好不好也好 那是真的可能有些人 不會相信這個要言 然後就做了一些不好的決定 那但是這件事情不是你的... 首先第一不是你的動機啦 它不是你主動去選擇的手段啦 第二也都不是一個很直接的後果來的 其實只是... 你講了一個真相 那有人... 他可能因為他自己置身的一些因素 他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 那其實跟你是真的... 那個關係不是很大的嘛 不是你自己選擇要去... 傷害那個人 不是你去採取這種手段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分別是有的 那我會... 就是... 如果我是正方我就會... 甚至是正一... 我就已經會... 拿這件事出來澄清 那其實他後場呢 再講的意義都未必很大 第二就是... 對面提出一個... 我記得隱約... 他好像說過那個地心說 就是那個... 天文那個現象 就是其實可能當初有人... 說的一件事是違背了當時的整日社會 或者宗教的信仰 所以就會遭受了一些軟禁之類的後果啦 那我覺得... 雖然... 我覺得這個其實正正就是你們... 應該要說... 抓住你打的東西 因為... 你們有說過就是可能當刻... 因為你提出了一些不被社會接納的東西 所以你會有一些... 就是一些... 你會有招惹一些後果啦 但是其實你對後世很大的影響 而且這兩者是牽涉到整個世界的戰色的嘛 那這個地心說可能大家現在會覺得很荒謬啦 但是其實他是... 就是如果你... 認知的話呢 其實他是對後世... 繼續去鑽研一個天文現象 其實是一個... 旅程碑來的嘛 他可能其實是去... 啟發了後來一些其他的科學家去進行他們的科研 包括現在大家認知的天文的知識 其實可能... 都是因為當初有人... inspired by 一個地心說法 那...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其實... 如果你們是... 我覺得你剛剛說說你掉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你這件事... 是適合到你們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你們是應該要拿出來說的 不過你最後沒有做到啦 那... 啊... 不斷說說你... 說一些真相出來 或者你被人知道了一些東西 然後令到那件事的選擇 例如去自殺這樣 那是不是一定... 不好的呢?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思考一下的 因為呢... 例如... 最近... 我看了一套電影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 叫《燭水漂流》 那... 其中一個情節... 我想了很久沒有劇透 但是我覺得...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情節 所以我選擇說出來 就是那個女主角呢... 她幫其中一個老宿者運回... 那個... 一直失散了很久的家人 因為那個老宿者一直都不知道... 那個家人是什麼環境 現在是否還在山之類 所以她一直都很屈滿了 然後當他們相應了之後呢... 就是一萬隻 然後那個老宿者馬上去自殺 那這個時候... 在泛方的角度 就會覺得這個社工很多事 就是關你什麼事呢? 你現在還搞到她自殺 那... 那是不是一定是不好的事呢? 但是其實她的確是幫她知道了她家人的狀況 或者是幫她了結了一段心願 那這個我覺得其實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這個問題就是... 知道了然後有些決定 是不是一定代表不好呢? 好 回到整體了 泛方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東西... 我覺得你... 我剛剛有說過... 說你... 這樣說可能有點難聽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可以早點拿出來說 因為我會期望... 你可以怎樣發展下去 就是你在台下發文拿出來 就說對方其實一直... 假設了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可以... 逃離這個世界 逃離這個虛擬的世界 第二就是真實的世界一定更美好 我會期望你們怎樣發展這件事 因為假設如果這個真實的世界更加殘酷 不僅是個別的人會有悲劇發生 可能是全世界 全宇宙都會陷入一個更加殘酷的局面 大家都會有一些更加不好的遭遇 這個時候你這個揭發... 你這個公告天下... 仍然是一件好事 其實會不會真的能夠避充它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 在你們的角度我覺得是值得拿出來說 而這件事我會... 如果不是一些很ad hoc的東西 我看看一些預備的東西的話 我會選擇放在好處 甚至是主邊那個... 對面的一些架設其實都未必成立了 我大致上說話就不夠了 麻煩你 好 感謝幾位評判精辟的評語 現在比賽的賽果已經在我手上了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公佈最佳辯論員 公佈今天最佳辯論員的第一輪得分 有兩位是同分的 分別是正方第一負辯和反方結辯 在繼細分之後 最後得出結果 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第一負辯 陳景希同學 恭喜陳景希同學 今天的比賽賽果是由票數決定的 而今天賽果方面 正方得票為兩票 反方得票為一票 換言之今天比賽的勝方 是甲方的盛事提反書院 恭喜勝出的同學 senhor 謝謝 mistaken 發見 詳閑